苏氏除夕夜 感慨万千给苏哲写了首诗 无一高级词 却安慰世人千年 今天是除夕 我们穿越千年前 看一看宋朝大文豪苏氏是怎样写除夕的 其实苏氏写了三首诗 溃碎 别碎 守碎 这年冒满大家互相赠送东西叫做溃碎 年夜饭做得丰盛 全家团聚或者是邀请朋友来吃吃喝喝 告别旧的这一年叫做别碎 而到了这一年最后一天 空宵都不睡觉 叫做守碎 守碎 欲知垂尽碎 有似负贺舌 修灵伴隐没 去意谁能遮 旷遇既其尾 虽情之待合 儿童强不睡 相守夜欢滑 沉寂且悟唱 耕鼓为天抓 坐酒灯静落 起看北斗鞋 明年起无年 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惊兮 少年有可夸 这首诗写于1062年 那时的苏氏在陕西凤霞那个地方做副职 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 他弟弟苏哲留在汴京陪父亲 遇到了年末 苏氏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 可是却没有办法 回想起故乡年末的淳朴风俗 就写了这三首 寄给了弟弟 苏氏说 要知道快要辞别的年岁啊 犹如游巷 忧贺的长蛇 长长的领甲一半已经不见了 离去的心意 谁能够挡住 就算是想抓住他的尾巴 怎么能抓住呢 这就犹如情年 年末情年 时间也到了尾声 想要珍惜时间 却是无可奈何呀 在除夕夜里 儿童努力挣扎 撑起眼皮不睡觉 享受在夜间 笑着闹着 明天早起的攻击 请你不要提倡 你那一声声的耿骨 催促的叫人惧怕 我在除夕夜里坐了很久 眼看着灯花全部落尽 体身看北斗星横斜了 天也要亮了 明年难道就没有 这样的过年过节了吗 我只是怕呀 自己想做的事又没有完成 又是虚度光阴而已 还是努力珍惜 这一个个今天的夜晚吧 年轻人呀 积极奋发一点 这样来年才能夸夸自己 没有浪费时间 同样是守岁 我们穿越回唐朝 来看看唐朝皇帝 李世民眼里的除夕是怎样的 守岁 木槿斜方殿 年华立以功 寒辞去冬雪 暖带入春风 接付舒眉素 寒花卷竹红 贡欢新故岁 迎送一宵中 李世民说 年终岁寒 冬雪慢慢融化了 暖洋洋的宫围里 似乎吹进了和煦的春风 巨大的红烛点燃了 远远看上去 像一簇簇的花团 君臣欢夜饮酒 喜度凉宵 迎新年 辞旧岁 通宵歌舞 想象着千年前 帝王家丰盛隆重的除夕夜 李宇也借此 向关注 离乡半点墨账号的朋友们拜年了 愿您 厨房有灯火 客厅有欢笑 卧室有拥抱 愿您所经之地 都是防伐 所托之人都不辜负 所愿之事皆能圆满 所向之地 终能到达